到底什么是NFT 它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 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今年3月 推特的创始人杰克多西 在2006年的一条推文 以NFT的形式拍卖 价格高达290万美元 如果这还不算夸张 那么同年3月 艺术家BPAL的一幅NFT数字艺术品 每一天 前5000天 在纽约加士德网络拍卖中 以6025万美元 加用金693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4.5亿成交 如果你认为 这只是一些追求时髦的人所作所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连一项保守的大型博物馆 比如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 也制作发行了自己的5幅NFT艺术品 每一幅画制作了两个副本 一幅留在东宫 另一幅在市场上拍卖 就这样NFT离我们越来越近 那么到底什么是NFT呢 它是有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非同质化 我们可以理解为独一无二 比如梵高的优化 虽然梵高的优化有很多复制品 但是只有它画的才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就有了稀缺性 所以才能卖到高价 Token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词 通常我们把它翻译成代币 其实还可以翻译成 可流通的数字权益证明 这个权益证明可以是证书 可以是权限 积分 以及合同等等 也就是说 这些艺术作品被Token化到区块链上 不过等等 那什么又是区块链呢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李雷给韩妹妹5块钱 无论是刷卡 还是支付宝和微信转账 过程一般是这样的 李雷的银行会查阅李雷的账本 然后确认李雷有支付能力 紧接着确认支付 并转账给韩妹妹的银行 而且记账减去5块钱 紧接着 韩妹妹的银行 会在韩妹妹的账本上记录下 收到5块钱 因为我们信任银行 所以把这个记账的任务 就交给了银行 银行其实就是两个人交易的中间人 那么有没有不通过中间人的方式 直接交易呢 有人就想出了区块链这一技术 我们现在试想一下 我们不要银行来记账 取而代之的是 告诉小明 小王 小红 还有其他一些人 李雷给了韩妹妹5块钱 并且所有人都记录在账本上了 所以这个账单 不是由某一个人来记录的 而是由小明 小王 小红 以及其他人 一起记录下来了 这也就是去中心化 就这样 确认了这笔交易 原则上 要篡改这个账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用到NFT上 比如 李雷想买东宫的 唯一一幅数字油画作品 李雷就告诉所有人 他要花10块钱 购买东宫的NFT 艺术作品 然后大家开始查阅他的账本 如果确认他有支付能力 那么这笔交易就会被确认 这样东宫就把这幅 数字艺术作品的所有权 交给李雷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记录 李雷花了10块钱 取得了东宫 这幅数字艺术作品的所有权 从而完成交易 这样 李雷就拥有了这幅 独一无二的 数字油画的所有权 我们现在看到 NFT的艺术作品 在市场上被疯狂炒作 这里面并不都是真正热爱艺术 或者欣赏艺术的 东宫博物馆的馆长 曾经说到 Beeple的作品 被拍出了天价 并不是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而是市场的新篇章 我们应该弄懂 艺术和市场的区别 其言外之意 就是投机炒作的结果 很多人被高额的回报所吸引 100美元起拍 一小时之内 价格就飙升到100万美元 两个礼拜之后 价格已经来到了 约7000万美元 就是在这样的奇迹吸引下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NFT的数字艺术炒作 一段文字 一张图片 一条视频 好像几乎什么都可以被NFT 当然 艺术家们也并不反对这种交易模式 因为它也改变了千百年来的分配方式 在过去 一幅画一旦被出售 就跟艺术家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 NFT借助区块链 可以追踪到后续的交易 加上智能合约 就可以重复的获得销售佣金 如果我们观察 NFT艺术作品火爆的交易 以及其价格大起大落 让人不免联想到历史上的每一次泡沫 不论是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 还是18世纪的南海泡沫 以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当然 还有这期间数不清的各种泡沫 及实质 都是利用了人们想赚快钱 怕错过 喜欢追热点等人性弱点 尤其是现在 随着互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推送技术的普及 会加快这一趋势 要成为理性的投资人 就要抵制这种hype 但是 并不是抵制它背后的技术 技术是中性的 关键 看它到底如何使用 其实 真正的机会 一定不是大众追逐的 而当大众追逐的时候 从长远来看 一般都不会是太好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 请订阅 转发 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